平均計算是騙局 平均計算是騙局 還我真實護病比 還我真實護病比 烈日底下排排站在行政院前 舉手板喊出口號 他們是各大醫院的護理師 以及醫護團體的成員 針對今年三月上路的三班護病比 以及夜班獎勵金制度 第一層護理師再出面發聲 第一層平均就是這間醫院的病房的平均 所以我可能今天會需要跟 VIP病房的護病比平均 醫護團體認為 即使現在分成三個班別計算 但醫院的運作是以病房為單位 沒有病房狀況不一樣 收治病患的多寡 配置的護理師人數 這一些也都不同 但衛福部現行的制度 卻是整間醫院的數字去平均 這算法不太合理 而各醫院填報的數字 也跟實際狀況似乎不同 根據護理師觀察 像是台大醫院 北市聯醫 城大醫院 小夜班填報1比8到1比10左右 實際上卻來到了1比12或1比13 大夜班甚至可能到1比18 甚至有護理師懷疑 部分醫院把非臨床人力全部算進去 每畫護病比數字 要求醫院要準確計算 衛福部也要嚴格罷關 衛福部統整各界意見 會持續檢討改善 但自從三班護病比上路 醫護人員的職業率不見改善 還是走低的狀況 已經跌破了63% 對此 衛福部會持續擴大培訓跟留任計畫 護病比先達標先獎勵 明年也會上路 希望能夠緩解醫護人力荒 TVBS新聞林宅黃凱敬 泰北昌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